欢迎收看本期的皇家现场 现在华为刚刚在德国慕尼黑开完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华为Mate 30系列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款Mate 30 Pro的机器 下面就一起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款Mate 30 Pro有什么特点 好 我们现在手里拿到这台就是华为Mate 30 Pro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正反面 这款机器在正面采用一款1080P级别的OLED曲面环幕屏 什么叫环幕屏呢 就是它这个边框像前日网上炒的瀑布屏一样 是一直屏幕下到边框 一个近乎垂直的角度 官方说的这个曲面的曲率也是达了88度 所以导致你在正面是几乎看不到两边的边框的 只有额头和下巴 所以正面的观感还是相当震撼的 而且这个手机由于它88度的曲率 以及和边框的结合非常好 当你拿在手里的时候边框的手感非常的圆滑 拿在手里像一块肥皂 跟Mate 20 Pro一样也采用了一个刘海屏的设计 但是它的刘海相对更窄一些 而且高度也更矮一些 同时也比今年刚发布的新iPhone的刘海也是要小的 这个刘海也是支持面部结构光解锁的 同时在解锁上也有屏下指纹可选 好 然后我们现在转至机身的背面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一个亮黑色的版本 这个亮黑色看起来也是非常沉稳大气 符合Mate系列商务高端的一个定位 然后这次在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超感光莱卡电影四摄 我们可以看一下超感光莱卡电影四摄 是由两颗4000万的主摄组成 还有一颗是800万的长焦镜头 以及一颗ToF 华为的拍照界面跟原来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莱卡的一些滤镜 然后这里可以切变焦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现在常规的选择是5倍 3倍 1倍和一个广角 我们看这次最远能到多少倍 我们可以看这次最远是30倍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AI识别之后 整个绿色要比现场的更加鲜艳一些 整个照片的解析力通透度都是比较一流的 水平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今年9月初我们就知道了 华为Mate 30系列将搭载麒麟990处理器 它也是市面首颗集成了5G模块的一个芯片 并且在处理器性能和GPU性能 以及NPU性能都有所提高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Mate 30 Pro一个简单的速览 想必大家对这款手机一个在外观上 主要卖点更迭上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也是刚刚拿到这款手机更详细的评测 还是要等到华为国内发布会的时候为大家揭晓 现在如果你对这款手机哪方面感兴趣 或者哪方面有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感兴趣想听到的部分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会在稍后的详细评测中为你揭开答案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皇家现场 欢迎大家关注皇家评测的微博 微信B站用户 不要忘记素质三连 我是四阿瘦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索皇家评测 观看新评首发评测 下车 riders 镇 설� productos 目的구요 户章